为借助私人市场力量加快兴建公营房屋 房屋局推出 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度计划 命名为 洛建居 昨天公布相关政策框架 单位售价折扣率定为35% 亦需以市价65折发售 首两幅土地将于2023扯江24财政年度内招标 合计约2300伙 最快2028-29年度落成 政府表明不会回购 落建居单位 为仍保留弹性 容许有需要时发展商可透过保地价 把单位改于公开市场出售 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年于施政报告中宣布 驱出全新的 私人发展商参与兴建资助房屋先度计划 以指定市价折扣率把单位授予合资格人士 并鼓励发展商申请改 或其拥有的土地兴建资助出售房屋 他昨天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预告将落实计划细节 让高校市场配合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 释出社会整体力量 同样以提速、提量、提效为目标 增加整体资助房屋的供应效能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作误宣布落建居政策框架 单位售价、折扣率为35% 推出土地招标时 会把折扣率因素纳入离定地皮底价的考虑中 至于私人发展商申请旗下 土地用作落建居 政府会就住宅部分征收市值3分1保地价 何永然解释 落建居以市价65折定价 以考虑 居屋2023定价为市价62折 地皮为置 和附近楼宇成交价格等一男子因素 平衡市民期望 也提供有因样私人发展商发展 强调现时楼价平稳 看不到计划对整体楼市有影响 政府就落建居单位数目 面积以至销售安排等 都有一系列的限制 单位实用面积不得少于280方尺 每个项目至少七成单位的实用面积 为375方尺或以上 发展商推盘前也要把价单提交房屋局审批 并在指定期限内一次性推出全数单位 房屋局常任秘书长黄天宇称 猜享物业股价 主张查证发展商提交的市价是否合理 落建居单位的申请资格 和准则大致与居屋看齐 为私人发展商自行提出的项目 申请资格等则可以在政府批准后微条 发展商可自行提供按揭 而政府亦正与按揭证券公司商讨为 落建居的买家提供按揭保险安排 政府曾经于上世纪70年代推出私人参建居屋计划 周宇冲居屋康山花园 和旺角富榮花园等都是此计划的代表作 当年政府承诺未能售出的单位 会由房屋委员会、房委会回购 政府最新表明 落建居将不切回购安排 发展商需负责销售和承担相关风险 并需要雇用独立第三方进行最后验收工作 不过 若某次销售计划有单位未售出 发展商可选择经政府批准后 以新售价重推单位 亦可以选择向政府缴付保价 解除未售出单位的转让限制 再把单位在公开市场放售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琦 落建政府重申引入市场力量兴建居屋 助减轻房委会建屋负担和压力 地产业界对落建居计划 亦普遍表示欢迎 地产建设商会秘书长兼立法会议员龙汉标说 发展商对该计划有兴趣 为止虽然入标价 可以考虑市价65折等因素 建筑费和利息等不能打折 关注成本问题 近年昌以私人资助房屋项目的新世界发展 0017回应指出 积极研究参与该计划 恒基兆业地产集团表明 会详细研究落建居的计划细节 对任何可舒缓房屋问题的方案 均持开放和正面态度 会得封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 王光耀透露 该集团正研究其持有的新界农地 用作参与乐建居的可行性